我们首先要来关心的是台湾的各大报在今天的头版头消息 中国时报的部分聚焦在 根据军方的消息来源透露 由汉翔公司所执行的140架F-16A、B 改为F-16V的专案 最后一架将会在21号这一天交机 如期在年底全数完成性能提升 F-16战机虽然已经购改 但是弹药购案因美方延宕 18班武器尚未到齐 没有办法发挥全部的战力 预估到2026年才能够办理完毕 好 军方多次强调了 已经要求美方应该要尽速的运交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联合报的头版头消息 聚焦在选战的部分 2024大选本周进入倒数一个月的时间 中选会将会在今天举行总统参选的号次抽签 好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侯友宜 在昨天出席花莲的造势活动 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代表蓝营 到了高雄出席七场造势活动 掀起了万安旋风 跟民进党的总统参选 赖清德的五场高雄浮选活动互别苗头 至于民众党的总统参选 柯文哲在昨天选择走访彰化 并且有开奖的行程 好 接下来呢 这个是旺报的头版头消息了 新选制下的香港首届区议会选举10号 这一天登场 选出88名直选 跟176名的地区委员会戒别议员 由于能够直选的比例大减 泛民主派被完全排除 导致整个投票率非常的低 预估不到三成 港府方面则是祭出了政府心意泄卡 想要刺激投票率 但是还是引发了正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